看看新闻榜 要说两人青梅竹马的感情 怎么会轻易破碎 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 引起两人之间矛盾的是 因为最近自组公司的张志鹏 不仅签下一项 以性感形象示人的女艺人张卵雅 还安排张卵雅担任孟廷伟下月 在北京起跑的 巡回演唱会的主持工作 一个温柔似水 一个性感活辣 孟廷伟和张卵雅要合作的消息一出 立即在孟廷伟的歌迷中炸开了锅 张志鹏否认婚变 而对于插足孟廷伟婚姻仪式 张卵雅也第一时间进行了否认 我看到的张老板是一个 很正直的人 非常低调 然后人很大气 我觉得就是他可以符合了 所有正常男人 所有的责任和标准 我觉得外面有任何传言 如果他自己否认 或者是外面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都是他们的事情 就是说我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毕竟那个是他们的家事 孟廷伟和老公张志鹏结婚十年 两人神仙眷侣般的生活方式 此前一直为人称道 2000年底 孟廷伟宣布退出娱乐圈 体验平凡生活 2004年7月25日 孟廷伟与高中同学张志鹏结婚 并在老公的鼓励下付出歌坛 成为老公开办的经纪公司 桓国际旗下歌手 两人的模范婚姻 也在圈内传为佳话 他的出现再次出现 让我的人生完全的改变了 截止发稿 孟廷伟方面 没有对婚变作出任何回应 新闻在线 综合报道